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肖战王一博被频繁捆绑 只因为演技太好 肖战和王一博都是娱乐圈的顶流 两个人在2019年一起出圈 同时晋升成为圈内的大流量 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被大众密切关注 被朝或者被夸都是尝试 大概这也是顶流的常态吧 两个人隶属不同的娱乐公司 肖战属于瓦唧唧瓦娱乐公司 双方虽然合约没有到期 但是他和公司的关联并不算太大 无论是街系还是商务 他的自由度都是非常高 王一博属于乐华传媒娱乐公司 他是乐华的当红艺哥 可以说他一个人养活了整个公司 自由度相较于普通艺人也算高 但也会被公司局限 双方对于未来的发展规划也是各不相同 自合作完双男主剧后几乎毫无交集 连同台的机会都屈指可数 也因此被传两人私下不合 至于真实关系恐怕也只有他们本人最清楚 如今他们手里都有了各自的代表作 肖战在正剧圈如鱼得水 王一博在电影圈奋斗 两个人可以说各有各的前途 日常也毫无交集 但是 两个人时不时就会被捆绑 稍微有点风吹草动就会被频繁捆绑 近期就是如此 前有爆料二次顶流给女友买房 后有W顶流和前女友复合 两个爆料和两人分明没有任何关系 毕竟性别就可以排除 但是总有人会提名两人 负荷数量也不少 陈情令播出至今明明已经过了五年 但是两人的CP粉数量依旧在不断增加 甚至超化热度时不时就能冲进前十 他们日常隐身 圈地自萌 但是稍微有点风向 就会剥离渣里找唐科 各自的维粉们经历过五年的风风雨雨 也已经见怪不怪了 被观众定型会让戏路变窄 最后 祝肖战和王一博未来可期 取得更多好成绩 二字男顶流给95花买房上热搜 肖战呼声高 王一博躺着也中枪 娱乐圈又爆出一个大瓜 那就是二字男顶流在横店给女朋友买了房子 这个女朋友是圈内的95花 同时还有一个条件 那就是两个人一起合作过古装剧 符合这两个条件的艺人还真是有不少 像肖战 杨阳 陆寒 徐凯等人纷纷被提名 其中肖战和杨阳的呼声最高 杨阳这边对应的人选是王楚然和赵露斯 他与双方都曾经有过绯闻 尤其是王楚然这边 时不时就会被扒出与杨阳戴同款帽子 墨镜一类的小东西 同时双方对于网上越传越烈的绯闻并未回应 导致很多网友觉得他们是默认了 不过实际上两个人虽然符合顶流和95花的设定 却没有合作过古装剧 相较于王楚然 赵露斯更符合设定 两个人无论是年纪 还有合作的作品都很符合设定 杨阳和赵露斯拍摄且是天下期间 也曾经传出过绯闻 当时杨阳为赵露斯用袖子挡住太阳还上了热搜 看起来可能性很大 除了杨阳呼声最高的人选还有肖战 因为他和95花合作过太多的作品 好巧不巧 古装剧占据了大多数 首先最开始的就是和赵露斯合作的哦 我的皇帝陛下 两人也是早就相识 后续也传出过绯闻 只不过不了了之 后续还有和林允合作的斗魄苍穹 和吴轩怡合作的斗罗大陆 和任敏合作的玉古瑶 不过 合作归合作 基本上和这三位并没有传出什么绯闻 毕竟他走红之后 一言一行都非常谨慎 也不轻易和女艺人吵CP 所以基本上可能性很小 不过 最有意思的还有肖战王一博被网友提名了 这是赤裸裸的调侃 看了谁不得说一句 王一博真的是躺着也中枪 两个人一起合作了陈情令后走红 一起成为了圈内的顶流 不过虽然年纪和一起合作过古装剧两点都对得上 但是性别可天差地别 当然 这也说明两个人合作的陈情令有多经典 过了这么多年 依旧是许多人心目中的白月光 你们觉得这对情侣是哪两位呢 官媒会演示英才 直接道出肖战被万众喜欢的原因 粉丝无比敬佩 近日 肖战话剧《如梦之梦》拉开序幕 肖战得到了非常多的报道和认可 甚至官媒也会演示英雄 直接道出肖战登上《如梦之梦》舞台能够取得成功和被万众喜欢的原因 就是肖战很真挚 与生俱来 并不是虚假 值得一提的是 当知道答案后 粉丝们也纷纷表示无比敬佩这样的肖战 能够成功本身就很神奇 据官媒文汇报报道 肖战能够得到万众喜欢 《如梦之梦》能够取得成功 原因就是肖战真挚 与生俱来的真挚 是这舞台的稀缺 对于肖战来说 肖战一路走来能够克服重重困难 跨越千山万水 凭借的就是毅力和真挚 没有人脉只能保持毅力 坚持不放弃 没有实力和基础 只能靠真挚的态度学习进步 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 大家也都非常敬佩这样的肖战 说来说去还是那句话 为什么肖战身边的粉丝越来越多 娱乐圈里不缺乏优质偶像 颜值高的艺人比比皆是 奈何小飞侠非常认真 专注 认定肖战后从来都没有放弃 值得思考 总之祝福肖战 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实力派演员和正能量偶像 希望肖战继续努力 勇往直前 奔赴美好的未来 可能未来的路上依然有困难挫折 依然有人会无端指责肖战 给肖战制造麻烦 没有关系 问心无愧的肖战注定克服所有的困难 在肖战背后还有强大的小飞侠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 再见